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6月9日 星期四 今节有我许流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 波罗仔 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帮忙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谢谢 今节回来讲讲这个趴街工的梁耀忠 好吗 趴街工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本来他最快在仓里没有什么大件事 就像周润发那时候的监狱风云 经常阻止他放监 都要有人搞他 都不得安宁 本来最快梁耀忠就下周一 即是13日的时候就可以叫做绝望学 本来就可以了 那些什么火盆 溪钱 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买好了 本来是鹿油业 鹿油业也订好了 鹿油业也订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都可以的 怎么知道昨天就串利了这个恶好 我想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时辰到了 这个人自己认了罪 是吗 我觉得认罪是好事 如果他不认罪就更麻烦 对不对 又要继续审计 其实最麻烦的可能是 大家例事一句 出来又要回去坐 又要被人剷头发 搞很多不同的手续 重新比较偏好 真的繁智 不要搞那么多 等于手提电话而已 没什么事 就不要乱转号码 叫你做9527就9527 哈哈哈哈 加上他这件事都很难扭 又是那句 也是认了在 现在就小小的 加加两个星期 都没什么所谓 是吗 不参加了 坐了这么久 两个星期很少 说真的 就当他缩营 是吗 哈哈哈哈 那就过瘾了 其实那时候 这些都是逃犯修订条例 当时要说去修例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搞出来的风波 又要懒刑 难得你们这些泛民 又不会被人说阻交 或是阻礼了 哇 帮刑 反送中 在里面 跟我们顶住 就是人生的高峰 每个人都罵我们 什么X街也好 就是说什么民主党 卖香港也好 难得有一个势 让他们觉得 可以禁刑 可以冲出去抗争 连黄碧云 还有他很厉害的 还有他很厉害的 跟梁耀宗同一宗 这次同案被告也是依次罪 排名不分先后 但是监狱方面 未来都是人人平等的 大家的灵魂 大家的灵魂都是自由的 还有橙 那些都无分彼此 喜欢吃就每餐一个 好 先说 很健康 很棒 你现在就打向头炮 来到范国威 朱凯迪 林卓廷 这个我最期待 这班人 郭家麒 是医生的了 这么厉害的了 我之前说过 不知道有些网友知不知 如果到时在监狱里面有些囚友 他就觉得自己的包皮比较长 但是又不是很想去监狱的医院割 怕他们的手势不好 找郭家麒 能不能够在监狱里面做 我跟你说 其实郭家麒 过往医疗上有些不良的记录 是 我这样 是的 那可能你说 又没有刀又没有什么 怎样帮他割包皮呢 我当时想到一个方法 就用牙咬 怎么搞 国家麒麦大好够 看你要割多少 还割多少 加菜 正 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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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 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 你也说有医疗事故不差 还割一单半单 还有郭家麒 我这些很希望 看到他坐牢就最开心了 接着还有欧乐軒 梁耀忠自己这一单 他自己也蹲了 陈志全 这个就 咦 有机会也挺过瘾的 因为他还没去 有机会的 挺过瘾 正式进去监狱里面 一常 那些囚友一起做很多活动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多人的活动 没错 对 尤其是洗澡的时候 洗澡 洗澡 集体这样做 对吧 想汗尾 跌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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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立刻收拾 但据民好像没有翻简 用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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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恐怕滑掉 似乎是 好 说回当时 2019年 要审议逃犯修订条例的法案 建制派和民主派 分别都是为了要搞一个什么 委员会的主席 明明都不是你的 又或者 都未有正式的主席 然后陶锦辛就自己坐上去 然后设计房间自己开会 大家最记得当时很好笑 很厉害 他们很认真开会 一直说为什么没有记录 秘书署的人是没有人来的 一群人霸着房间自己聊天 事实就是 但是他们很认真地开会 后来建制那边 都说自己开过石禮謙 最后变成双胞胎 最搞笑的是 又要懒惰 然后走过去 有些很激烈的场面 好了 先说回 裁判官都说 当时案发的时候 情况相当激烈 相当混乱 当时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2019年的4月 我们都记得了 612之前 就是被这些东西 酝酿出来 当你想到 涂謹申、郭嘉琪、郭嘉琪 这些奇奇怪怪 都撲出来 这么勇武 香港推得很危险 还记得 胡志偉 走过去 石禮謙说 求求你了 不要了 香港没有了 这些东西 建制派的李慧琼召开来会 商讨了由建制派的石禮謙 去主持法委会的主席 当然了 获得大比数通过 很明显是推他上去 那时候他又老了 又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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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石禮謙说 为什么推我上台 那也好 坐在主席台 起码和其他友人的距离 本来就算了出来 不过同一个月内的6日开会 然后涂謹申 又说自己是主席 就去开会 又没有灯 不过好像有冷气 搞这搞路 去到5月11日早上的时候 民主派就在立法会内 开一些法委会 建制派的议员 石禮謙 陈恒彬 周浩鼎 郭佩帆 都有去开会 那很搞笑 那看到石禮謙 他们就打算去开会 那马上就被这些什么 涂謹申 郭榮鏗 自己就冲了上 霸着主席台 就说召开会议 然后还前仆后继 走去阻止石禮謙宣布休会 其实都很混乱 然后又会又会都听不到 就算了吧 对 现在这件事来说 被告人梁耀宗 说他偷偷地慢慢走近石禮謙 还跑去抢麦 因为那时候石禮謙 说到什么 对不对 也挺狼死的 猜不到林老这么狼死 我也不明白 都召开了 老勇武又做 老勇武 跟石禮謙也有些接触 有些接触 不过不知道梁耀宗 是否会这些气功 或是隔山打牛 震开他 对于陈恒彬和郭佩帆 其实也没有什么直接身体接触 不过其后 陈恒彬和周浩鼎和郭佩帆都报警 就说怀疑被梁耀宗打伤 尤其是郭佩帆 没碰到他 他说 撲撲撲撲 中了几次 中了左肩膀和脖子 还有背部 打得有些伤伤够玩 一起出来了 这么厉害 是 真可憐 很搞笑 裁判官就说 搞到这么大件事 还有梁耀宗的行为 难免令人误会他和其他人同伙 他说和郭佩帆都没有合作 他们有他们做的 不过裁判官就这么说 当时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 如果你们还这样做 只会令到这个情况火上加油 不过考虑到 这个被告的动作都不是很激烈 所以就是说他抢咪 所以判他三个礼拜做量刑起点 不过他应了再 就可以打到一个折头 变成两个礼拜 除此之外 都看不到任何的减刑因素 所以现在就叫他加监两个礼拜 就叫做OK了 OK了 加监两个礼拜不是很多 很快就坐完 试试 是吧 虽然他都一把年纪 但不是 其实一般上年纪的人 就没什么工作的 轻松很多的 所以这两个礼拜 对他来说 我相信都不会太难捱 再加上说自己是什么街工 就是说到自己很熬的 街工 就是打工仔打工 在街上很新勤的 是吧 他这么说 就是帮助弱势社群人士 意思就是他也要见惯弱势社群的生活 他现在就可以亲身感受一下 但是台阳你说到他这么熬得 又不是 不是吗 有没有搞错 又说街工 所以说你这些人做得太久议员 做得懒散了 现在69岁而已 他叫你在监狱做一点点 又说在囚工作 令到他背部 现在就有伤患 不敢 给你两块脱虎海贴 是吧 这样就解决了 他拿这个来求情 求什么情 裁判官都说 看不到有什么减刑因素 你说什么背脊也好 神规也好 什么都好 不管你这么多 其实还有很多求情 很搞笑 说他当时案发 还未有案底 不过他其后 还有其他事情 这些事情 不复权 说他大半生日都出任公职 服务弱势社群 还有草根界层 但是这些人渣 当他做了立法会议 他跟着就亡本 有什么臭蟹出臭草 但是你自己 又走到臭蟹 自己都臭了 已经 立刻讽刺人 不许刺自己 忘记了臭 他走到臭蟹里 觉得也不是这么臭 好享受一下 我明白到在任议员的时候 干犯了这个罪行 是非常之严重 但希望法庭考虑当时案发 大部分时间他站在后排 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只不过是抢咪 而且比记者 好像比较远 比较远一点 记者当时都在拍摄 石礼谦 或者拍了陈恒彬 如何扭一扭 面目真灵 只不过看到 因为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 那么激动 他打算抢咪 不要再说了 大家停手 真的想有这些辩帮 你觉得你接不接受 我不接受 我自己真的不接受 你这样的辩帮 其实很弱 你自己大叫停手就可以了 需要抢咪来叫停手 不就是了 自己叫就行了 一定要用咪 为什么呢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或者用纸摺成像喇叭 那样 又会 现在又会 我只不过想大家冷静 只不过用错方法 接着辩方再帮他说 你看看 有整桶 39封的求情信 厉害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厉害 厉害了 厉害了 我觉得最令人滚动的 原来就是石礼谦 原来他自己都帮梁耀忠写求情信 就是我也原谅你了 你抢咪也好 什么都好 那就往事如焉 还搞笑 梁耀忠的儿子也帮他写求情信 还说你看梁耀忠69岁的复刑期间染了新冠 现在出现了长新冠症状 希望伯父可以早日出来调理一下身体 不妨不调理啊 其实裁判官说你们这班人 在会议厅范围里的议员 这个已经是罪名 说他们好像火上加油 我觉得裁判官可能看这个案件 就是看开会会议厅里的范围 他的行为好像火上加油 但是你们这班人渣做出来的行为 其实是令到整个社会一起火上加油 有很多人以为这个逃犯修订条例 是这么可怕的 所以这些建制派誓死都说一定要过 就要抓你们回去内地判判你们坐牢 甚至会拔下你们 他们越说越夸张 就是这些事情其实间接地 是612就是2019年6月12日 这一天爆发出来之前 就是你们做这些事情了 就是这样 台昂你这么看 如果抢个咪都要坐牢了 对于郭家琪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行为 你觉得他坐的机会高不高呢 对不对 大家做回类似的事情 就是有机会就像他这样的 结果是 错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 还有其他什么 陈志全 朱凯迪 快点赢吧 不过郭家琪暂时都是还的 虽然他也是在赤柱 鸟宇花香 不过他还没正式成为一个监反 始终都是差一点的 对不对 做完监反吧 反正都是赤柱 差一点点 虽然已经预售中了 预早先收着这个把子 不过好像说 当判宣判之后 现在在坐的那些都会扣回 对于那个就是初选案里面 其实算下的数据 他们都可以考虑 现在有些名单已经订出了 就是说有超过二十多三十人 已经是认罪的 关于初选那里 如果是的话 你计算一下数据 如果真的要判他们十六 即是十年这么久 就认罪 扣回数据 然后扣回还颜这段时间 年纪 可能在里面再多年纪 就能出回来 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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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而且这么多人都牵涉同一宗案 即是熟人多 熟人多 进去就有照应 对啊 好啊 他们的生活 蹲盖生活 蹲盖生涯就更加轻松了 对不对 没错 互相有照应 不知道黄之锋会不会如他所言 就说要坐到三十岁以后才能出回来 不知道 希望有机会 诚你贵言 黄之锋 恭喜你 多谢 拜拜 拜拜 拜拜